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9月27号 我们形容说在股市上 在整个国内的所谓的投资环境中 有人认为是焦头烂额 有人认为是欣喜若狂 不同的说法 比较理智的说法 被比较狂暴的声音全都给淹没了 一些比较理智的说法 你看到无毛印钞的说法 基本上比较理智的 那这些人除了哀叹就是哀叹 再是哀叹 所以他们看到的故事 就是今天的中共国 明天就是津巴布韦 后天就是委内瑞拉 津巴布韦跟委内瑞拉 在此之前曾经都蛮富裕 特别是委内瑞拉 结果正是搞了社会主义这一套 搞了这种无毛印钞这一套 然后很快速的 大家扛着麻袋去买手指 就那一面就出来了 那钞票呢 津巴布韦可以一张纸 一亿元 有这样的钞票 所以在这个 在今天的背景之下呢 很多有识之士吧 就这么说 有一些基本的专业素质 基本的就最简单的 一个人文道理的人 都知道完蛋了 这就完蛋了 中央出面炒股市 在第一时间 先印了3000亿 进入了股市 这样造成了在上个 就是过去这一个星期里面 今天是星期五 在过去这一个星期里面 上海股票上涨了15.7% 这个香港股票上涨了13% 香港股票创造了 1998年以来最大的增长 那上海股票创造了 2008年以来最大增长 那这两个年份呢 挺令人感触的 2008年 习近平被定为王储 上台的那一年 2007年呢 那是中共的政治局的会议 就是中共变更的概念 到了2008年 是一个国家的概念 对吧 就是人大开会 所以正好应对了 他当年成为王储 把薄熙来给赶下台 他应对这么个时间点 那1998年的大增幅 是1997年的香港回归 97香港回归 那香港人 有条件香港人大逃亡 跑了 跑完之后呢 后来琢磨琢磨 还是香港好挣钱 又回去了 98年 99年 就开始往回走 那包括当时的中共 对香港的支持 就促进了这个场面 所以这个场面 在涛哥的眼睛里 还是那一块 这圈儿画圆了 这圈儿画圆了 就是一个阴阳 相生相克的道理 这没有什么和出奇的 所以这圈儿画圆了 代表了一种 时代的结束 真的 你看起来是疯狂 你看起来是挣钱 这都是身在 就是身在其中的人 在利益的试图当中 没在命运上 在利益的试图当中 在今天的股票市场上 人们在疯狂着 就是疯狂着收钱的时候 其实不是收钱 在把他过去赔的钱 再往回找 所以人们就变得癫狂了 因为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其实几乎所有人都懂得 这是中共当局的骗局 骗手 中央印八千亿指 然后向市场里扔钱 直接扔到股市去 那股市就起来了 对不对 那股市起来 你们一块玩 大家一块玩 大家一块玩 得给他搞活了 就是一个庄稼 一个地主 也不叫地主了 一个开赌场的 没人赌了 全都没钱了 这样开赌场的 从自个儿上掏出了点钱 我给你三千 你给他八百 陪着我一块玩 玩起来 那玩起来干嘛 开赌场的希望 其他的人 看见你这赌场活了 然后进来一块玩 它是这个故事 但这个故事呢 就变成了 在正常人的眼睛里 就没有任何底线 这就是 甭讲叫 明骗 暗骗 欺 明诈 暗诈 它就是 所有与人性 最卑鄙的一面 冠冕堂皇的 以中央政府 以行政权力 以中央管理 以为人民服务的概念 就展示出来 那今天 中共国的老百姓呢 也是挺 相当一本人 真的挺悲剧的 他知道这是个骗局 但是他总觉得 自己会比他们聪明 比中央聪明 比习近平聪明 习近平就是傻瓜嘛 比他聪明 所以呢 我适时的 入场入市 在你将要跑的 在你将要撤望的时候 我就出来了 我赚一把 我就出来了 我相信 在过去的时间 你这么多人死掉 跟这个故事有关 跟这类似的故事有关 所以网上有个说法 就是说 大概现在 重新开户了 进入股市了 把门槛都挤破了 这样的烘托 造成了在今天的 上海股市收盘的时候 3087点 3087点 距离本年度 就是52个星期 它的股市的最高点 3172点 只差90点 所以有信心 可以能够表达 在星期一 星期一 5月30号 9月30号 在11前 有可能创全年的新高 创全年的新高 去迎接10月1号 这是在我眼睛里看到的 股市的一个短期效应 那这个短期效应 被整个 与中共宣传系统相关的 所有媒体的烘托中 放在了一个 比较低的水准 因为在媒体的烘托中 说 3500点 4000点 5000点 6000点 7000点 才刚刚起始 这是 在微博微信上 就这么说的 在抖音上 就这么说的 而涛哥看到短期的呢 就是过完11就给你撤棒了 如果你一定说 说具体日子的话 我不知道11放假 放多长时间 咱们就按照比格斯 那个说法 10月3号 10月3号 大概星期四吧 你就看个针章 看出什么故事 我真的不开玩笑 你看会出什么故事 那这是短期的 长期的目的 他为什么这么干 他同时在减息 减息就是让企业 对不对 让有条件借钱的人 能够从中央银行借钱 商业银行借钱 然后呢 去你开房地产的 再盘活你房地产的烂尾楼 你的工地重新开工 对不对 造船的你重新造船 对不对 卖油条 你重新知己过来卖油条 你做什么都成 你只要从银行里借钱 去开买卖 去雇人就成 就变成这个 那这个呢 是资本主义 是改革开放 初期的 有点那个味道 那他怎么来的 这钱呢 我个人的看法当中 蛮简单的 他扔到是 他想的很完整 他想象的很完整 在扔进2万亿 3万亿 5万亿 8万亿 有人说起码有6万亿 在这个背景之下 当把股市轰托出来 就像万达的股票 如果他只值10块钱 10块钱按照现在 就这一轮平均增长的话 那他现在就变成16块钱 如果就像这种万达股票 就中共出钱炒作的 都是房地产股票 房地产股票 食品商业 食品股票 就是人们 衣食住行的股票 被这8000亿给炒起来 那是 那是共产党在指导 股市 对不对 用钱去指导股市 那这样的背景之下 万达在这一次炒作中 可能从10块钱 就变成了40块钱 对不起 他的股票 然后用这个40 被炒作起来的 40块钱的股票 作为抵押 到工商银行 去贷款 一码贷出500亿 那他是 他原来这股票可能只值80亿 他现在一下就 对吧 药子翻身 咔嚓都不一样了 对不对 从鸡一下变成了凤凰 凤凰他奶奶 他这个 他你怎么看面都好看 那银行的政策就是贷钱 对不对 利息又减了 也没有约束了 所以就虚的 万达拿着虚的股票 从银行里拿了银行印的钱 纸钱 然后开工 干活了 一百个万达广场再次重新出楼 这不就盘国了吗 那如果万达一出炉 那一个工地故意签人 一半一百个工地 那还会共十万人 这前后就俩礼拜的事 是这个意思 我们就 我跟大家举这个例子 在我眼睛里看 他这个赌博是这么赌的 他为什么这么赌 为什么这么赌的成赌不成 可是另外一回事 因为你股市就是虚的 没有任何实业的产出 恰恰就在今天 也是在今天 中共国公布了上个月 八月份的工业生产利润指标 大跌17.8% 而上一个 而在七月份 工业化生产的利润指标 是上升4.1 而全年的 往前推12个月 整个中国工业利润指标 只增长0.5% 工业利润指标 直接牵扯到所有人的吃饭 它的基础产业 对不对 钢厂是工业 煤厂是工业 服装厂是工业 那这些东西 真正向社会生产东西的 大幅度衰败 从七月份的增长4.1% 到八月份的衰败18% 前后差距高达22% 就是工业崩溃了 它的潜台词是 工业崩溃了 工业崩溃了 人们没地方开支了 那它就 在股市上扔钱 想去拯救整个中国的经济的基本盘 也就讲说 在习近平一手摧毁房地产之后 它带动着整个中国的工业基础 受到了影响 它另外一个影响就是产能过剩 产能过剩在国际社会封杀的背景之下 在欧美经济共同股市高涨 生产衰败 物价飞涨的背景之下 没有人去消费 来自中共国的过剩的生产能力 所以里外都不灵了 里外都不灵了 它靠自我刺激 自我打击 就是自我打支 来这么来的 所以网上有一个很有趣的说法 说这是潘金莲遇见了西门庆 九汉逢甘露了 他这个非得刺疯了不可 非得死人不可 然后有另外一句话就是说 如果靠发钞票 印钞啊 靠发钞票 能够使国家富强的话 能够使国家富强的话 那所有人都 所有国家都在家印钞票不就得了吗 这是一个多么简单的道理 但这样最简单的道理 却落到了今天 中共国动用全国财力 动用中央的所有权力 推动整个中共国 做这生死最后的一搏杀 所以我眼睛里看到 是生死最后的搏杀 而这一份搏杀的概念 是赌博中国老百姓 自己内在的品质 和要赌博中国老百姓 手里面所剩下的 你的储蓄 你的现金 对吧 因为没有地方挣钱 只有股市在挣钱 因为工厂全倒闭 工厂全关门了 所以这是一个工厂关门了 全去赌场了 越穷的时候 越去赌场 弄了一点钱 就上赌场 因为想一下就要的翻身 所以这是 我眼睛看这就是 比格斯讲的非常准确的 金融风暴 因为一旦这个赌博中间练一段 他就把整个中共国压进去了 他压到市场里的是中央政府 中央银行 商业银行 中国财政部 和中共国的 钞票的印刷厂 所以说 那就把整个老百姓 全都压进去 是老百姓手里的钱 你取不出来 一百万 在这样的运作中 大概有一个月两个月 就变成了十万的购买力 就是让你缩水百分之九十 这是非常可能的 在这种可能的情况下 人们买食物 买食品就会更贵 因为大米得靠时间种出来 小麦得靠时间种出来 你今天就种菠菜 就是长得最快就种韭菜 对不对 那你冬天种韭菜 你得有大棚啊 他所有的食品是需要时间的过程 唯一股票不用 可以胡来 所以你用一个 没有不需要时间的 可以胡来的东西 去对赌需要时间的民生民虚 所以这是我们讲说 是习近平的生死大拨杀 所以当当这件事情 一开始的时候 就有人就明确讲 第一句话 中共疯了 第二句话 在用国家拯救习近平 那在昨天 习近平在政治局开会 也阐述了类似的观点 所以我们拭目以待 10月3号 下礼拜三 下礼拜四 就是10月3号 让我们看看会出什么事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